11月27日,韩国进行导弹驱逐舰首舰正组大王号正式交付海军使用,并在HD现代重工卫山造船厂举行交付仪式。 这是韩国新一代万吨宙斯顿驱逐舰,首舰型号DDG-995,韩国将其命名为正组大王号。 正组大王号驱逐舰,又被称为KDX-3 Batch-2,是韩国驱逐舰实验项目第三阶段的第二批词。 相较于第一批词,正组大王级驱逐舰增加了弹道导弹拦截能力,并提高了反潜作战能力。 作为世宗大王级驱逐舰的升级版,正宗大王级继续沿用美军阿利波克级驱逐舰的平台,并进一步增加本土设计,提高国产化率。 韩国表示,正组大王级驱逐舰的目标,是希望对标博克2A型,追赶博克3型的水平。 韩国媒体表示,这艘驱逐舰将成为亚洲第一舰。 2013年,韩国海军决定通过KDX-3计划,采购更多的新型驱逐舰,初步预算38亿美元,初步交付时间2023年至2027年。 2014年,韩国国防部将采购预算降到29亿美元,首舰交付的时间也推迟到了2024年11月。 2019年5月,韩国国防部批准了三艘KDX-3Batch-2驱逐舰的计划,预算为33亿美元。 同年10月10日,HD现代重工获得一份5.56亿美元的现行合同,由于设计建造首艘新型驱逐舰。 2021年10月,首艘驱逐舰正组大王后铺设龙骨,并在第二年完成下水。 2024年11月正式交付该军,2号舰在今年3月举行铺设龙骨仪式,3号舰在今年10月举行了刚才切割龙骨仪式,计划在明年铺设龙骨。 从HD现代重工发布的消息,以及正组大王后下水的照片来看,该型驱逐舰继续运用了赤宗大王级设计,本质上仍属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衍生型,但在细节上有许多不同。 主要改进集中在增加舰体尺寸,优化船电与水生系统,并且具备了更强的对海对空作战能力,同时还提高了自动化程度,人员编制大幅缩减。 相较于全勤舰适宗大王级,正组大王后舰体尺寸发生了变化,长度增加了4米,从166米增加到170米,不过舰体宽带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是21米左右。 由于尺寸的增加,适宗大王级满载排水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有消息表示,正宗大王级满载排水量可能达到12000吨,如果属谁的话,该型驱逐舰的吨位确实提升明显。 单位吨位确实可以在亚洲地区排在前列。 这也是韩国海军迄今为止建造吨位最大的驱逐舰。 为了适应新的武器布局,正组大王后在舰桥前面设计了两个新平台,用来部署进防武器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 不过,两根烟囱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压缩了垂发系统的安装空间,围杆引用了阿利伯克级的设计方案。 不过,为了容纳更多的设备,整个上层建筑变得更高了。 在推进系统方面,此前曾传出可能会采用混合燃气轮机电力推进系统。 不过,在2017年,HD现代重工表示,正组大王级将继续沿用复合燃气轮机与燃气涡轮推进系统。 由四台通用电器LM2500燃气轮机提供动力,最大航速30节,海上续航里程5500海里,海上自持力30天。 韩国媒体表示,在正组大王号服役之后,有可能会稳坐亚洲第一驱逐舰的称号。 从当前消息来看,再是没有正组大王级换用新型ANSPY6型舰载相控阵警戒雷达的消息。 这就意味着,正组大王号可能继续采用ANSPY1D型雷达,配备四个大型固定天线阵列,工作于S波段,最大探测距离370公里。 为了补忙,正组大王号还在桅杆顶部,配备一座SPS560K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工作于X波段,采用旋转式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雷达方面没有升级,不过宙斯顿系统的基线版本获得了升级,从世宗大王级的基线7.1升级到基线9C2版本。 此前,基线7.1版本,除了支持标准2系列防空导弹以外,只增加了兼容ESM Block-1拓展点防空导弹的能力。 而基线9C2版本,在与海军标准Link-4A11数据链融合后,可以发射先进的标准6系列防空导弹,并具备更好的协同作战能力。 外界将其成为韩国武装力量的三轴作战体系核心之一,即杀伤链、韩国反导系统,以及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 韩国媒体在报道中将其成为韩国海军之权。 此外,正组大王级驱逐舰的海基反导拦截系统也得到了升级。 BMD系统的版本号已经达到目前最先进的BMD 5.0CU版本。 这一版本的海基反导系统能够发射标准3Block-2A系列反导拦截弹。 在升级完这两个方面之后,正组大王级驱逐舰的整体探测追踪能力至少将是失踪大王级的两倍, 并具备了海基中段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 而且,作战系统的升级也让正组大王号驱逐舰可以使用更多的美制舰载导弹, 拥有了更强的区域巨制,反介入能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美军阿利伯克三型驱逐舰正在换装最新的ANSPY-6型雷达, 而正组大王号仍在使用ANSPY-1D雷达,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驱逐舰的性能上限。 其实,在正组大王级驱逐舰上,变化最大的是舰载武器, 在舰体前面部分,原本与主炮处于同一水平的处置发射系统, 被移动到了新的突起平台上。 在舰桥前方,韩国又设计了一个新的平台, 用于禁防武器系统的安装。 此外,为了容纳更多的电子设备, 正组大王号的上层建筑变得更高, 但并未采用一体化维杆设计。 主炮方面,正组大王号依旧采用一座MK-45MAD-4-127毫米舰炮, 拥有两座四连装导弹发射器, 可以装填八枚韩国SSM-700K海星反舰导弹, 拥有两座三连装鱼雷发射管, 可以装填韩国K-745蓝沙鱼雷。 此外,正组大王号上还拥有两座密集阵禁防武器系统, 由于世宗大王级使用的守门员禁防武器系统已经停产, 所以正组大王号使用美制MK-15Block-2B密集阵进行代替。 键尾部分设有直升机甲板, 凭借着双机库的设计, 正组大王号可以容纳两架MH-60R海鹰直升机, 或者两架AW-159野猫直升机。 不过,在舰载垂直发射系统方面, 相较于世宗大王级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在世宗大王级上, 拥有128单元舰载垂发系统, 虽然发射单元数量多,但安装了两种不同的垂发系统, 分别是80单元的美制MK-41型垂发, 与48单元的韩制KVLS-1型垂发。 其中美制MK-41只能发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 韩制KVLS-1则是用来发射韩国全武巡航导弹, 红砂反潜导弹。 之所以会这样, 有消息表示是因为美国不肯开放MK-41的对陆武器接口,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韩国只能选择安装自主研发的垂发系统, 来发射对陆巡航导弹。 虽说使用了两种垂发系统, 但128单元的数量, 还是让世宗大王级获得了不少的战力。 等到了正组大王后, 这个情况又发生了改变。 128单元的垂发数量有所加强, 从128单元变成了104单元, 垂发系统的种类也从两种变成了三种。 韩国再次增加了一部自主研发的KVLS-2型, 拥有24单元, 美制MK-41垂发的数量从80单元变成了64单元, 韩制KVLS-1型垂发的数量从48单元变成了16单元。 其中, KVLS-2型垂发系统是韩国通过研制美制MK-41 在KVLS-1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进一步提升尺寸与性能。 相较于KVLS-1型, 承载能力提高了85%, 承载排验长度提高了35%。 另外, KVLS-2型直径更大, 单个垂发单元长0.9米, 配备的导弹发射筒深度为9.1米, 这种尺寸甚至超过了美制MK-41垂发系统。 只不过, 排验强度略逊, 在使用KVLS-2型之后, 正组大王级可以使用配套的舰载弹道导弹, 对远距离目标进行打击, 并让韩国海工KSAM舰对空导弹 实现一坑四弹装填方式。 这就意味着, 正组大王级的垂发单元减少, 作战能力反而获得提升的原因。 不过, 韩国会在KVLS-2型垂发上 配备什么样的战术导弹, 还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携带对陆巡航导弹以外, 可能会是韩国自主研发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当然, 也不排除携带玄武系列战术弹道导弹。 不可否认的是, 在一艘舰艇上使用三种垂发系统, 确实会后续的兼容、 维护造成许多不便。 但对于韩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来看, 想要提升战力, 也只能先按照这样的设计进行建造。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正组大王号驱逐舰, 虽然在雷达上有所欠缺, 但起码蹲未足够用, 主要技术技能也确实不错, 同时还拥有海基反导拦截能力。 考虑到正组大王号所使用的雷达, 无法为海基反导拦截弹提供火控引导, 想要发挥其全部实力。 唯一的办法, 就是接入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反导预警网络, 甚至选择与陆基ANTPY-2型雷达进行数据交连, 进一步与美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绑定。 根据韩国防卫事业厅在2012年制定的 海上战略增强方案显示, 为了强化海军作战能力, 韩国有必要构建3-4支专职的机动舰队, 每支机动舰队下辖两艘雨似舟舰, 两艘4200吨级新型KDDA驱逐舰, 一艘两极攻击舰, 两艘3000吨级潜艇, 一艘补给舰, 以及16架作战直升机。 此外, 韩国还制定了4万吨级轻型航母计划, 能搭载16架垂直起降战斗机, 将于明年开始进行设计, 2030年具备作战能力。 从冷战时期开始, 美国与苏联的全球对峙, 催发了各国对于海上防御系统的迫切需求, 等到冷战结束之后, 全球安全环境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各国对于海洋的重视丝毫未解, 等进入21世纪后, 西太平洋地区成为经济最活跃地之一, 在这片区域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课题, 如何维护本国海洋权益, 并确保航行自由, 韩国自然也是这样, 要知道, 朝鲜半岛面积有限, 与朝鲜接壤的韩国缺少战略纵深, 虽然三面领海, 但处于半关闭状态, 使得韩国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海上交通线,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海军发展一支具备强大火力与机动性的海军, 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韩国推动了驱逐舰试验项目, 第三阶段的第二批子, 并发展出正组大王级驱逐舰, 在升级过程中, 正组大王级继承了前代失踪大王级的优点, 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改进, 比如搭载更先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 为其配备远程反舰导弹与防空导弹等, 这些技术的运用, 让正组大王级驱逐舰具备了更强的反导能力, 与更远的目标打击能力, 此外, 考虑到近些年的朝鲜半岛局势, 双方剑拔弩张, 韩国地狱狭想, 一旦两国开战, 所有基地、机场以及军港都将处于朝鲜的火力打击范围, 在韩国若是拥有轻型航母, 再加上两栖攻击舰组成机动舰队之后, 就相当于拥有了数个海上机动平台, 既可以规避朝鲜的火力打击, 同时还能机动到朝鲜东、西海岸, 利用舰载航空兵, 以及万吨宙斯盾舰, 潜艇等海基平台发射的舰载巡航导弹, 对朝鲜重要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朝鲜与韩国的对抗中, 朝鲜海军与空军的作战能力, 是无法对韩国海军编队构成威胁的, 这也是为何韩国在发展正组大王级驱逐舰时, 不惜代价安装更大口径的吹发系统, 就是基于这种远程打击的需求,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 韩国新一代万吨宙斯盾舰的建造速度超过了外界想象, 在2019年10月的韩国展览会上, 韩国国防部采办局正式向HD现代重工下发合同, 2020年开始切割钢板, 2021年10月铺设龙骨, 此后仅过去9个月的时间, 正组大王后就建成下水, 并且建造完成度非常高, 而到了2024年11月, 正组大王后正式交付海军, 从签署合同到交付海军仅用了5年时间, 这个建造速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了韩国造船工业的强大实力, 这种建造速度就不用多说了吧, 想来剩下的两艘驱逐舰, 也将很快交付海军, 你们觉得在朝鲜半岛的环境, 韩国海军的建造思维符合局势需求吗? 这艘万吨级宙斯盾舰, 能在亚洲地区排到第几位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